好,各位午安,我是市德科技KeySign的專案經理,Joe 那今天會跟各位分享就是在800G跟1.6T的部分 那剛剛前面的那個項目就是在講整個Data Center或什麼這些東西 那我們KeySign這邊其實比較負責一些相關底層的一些測試的部分 那這個項目就會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關於這些底層測試的時候 就是目前的進展以及下一代的一些展望跟各位做個分享這樣子 那如同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說現在800G未來甚至到1.6T 那基本上我們如果從Data Lane的角度來看就是能夠做到Per Lane 224G 就是單一條Lane 224G的這樣一個動機 所以原則上這個目前是整個在業界大家都在探討就是說 現在的1.12如何走到下一代的224 那現在剛好就是一個整個開始在討論現在224怎麼應用的一個轉換期 不論是光或電的部分都是在目前都是在這個Stage 那因為這一塊來講話在台灣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廠商 OEM、ODM廠商都在台灣 所以這個算是台灣廠商這兩年一直在滿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我們就先大概看一下目前在224G的一些展望 那過去這10年來其實Ethernet的進步其實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們一路就從這個40G、100G、400G、800G 很快就是大概每兩年大概就是大家就試著不斷往前推 那當然過往的這樣往前推的過程之中呢 大致的模式其實沒有非常非常大的變化 就是你還會看你現在目前看到在Data Center那部原則上 就是都是用Transceiver的形式然後去做這樣 不是說真的這樣子的Transceiver的形式走到800G的時候 確實真的已經碰到瓶頸了 就是它的耗電量等等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讓Data Center在部件的時候 卡了很多東西就像散熱、彈到水冷等等之類的這些相關問題 所以下一代的224G到底會怎麼走 它已經不單單只是一個速率增加的問題 它是要牽扯到整個在Data Center內部 它的傳輸方式的一個重大變革 它很有可能會有一個重大變革 也就是說傳統這種Transceiver架構的東西 到底在未來的1.6T這樣的架構下 是不是還會存在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嘗試 因為可能會聽到一些像CPU 或是Second Photonis Unvoltico等等之類 其實都是要試圖去解決 模組這個東西在高速傳輸上面耗電量跟熱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目前在從800G走到1.6T的時候 其實大家更關心的議題 也就是說不單單只是速度的增加 而是是不是在整個傳輸架構上面 會有一個新的方式去誕生 那當然新的方式出來可能會有新的挑戰 所以大家其實都還在摸索說 到底要怎麼去應應這樣一個新的改變 所以224G當然是一個大家一定會走的一個目標 那只是說用什麼樣的形式去達成224G這樣的目的 是大家目前都還在探討 各個重要的協會包含HEEE包含OIF 其實都在討論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過往從100G走到400G的時候 我們這個業界的整個做法簡單來講 就是用NRZ的訊號 替換成Punk4的訊號 讓它的整個Modulation條變 資料能夠傳輸兩倍 相較於過往有兩倍的資料量 那至於再往下走 我們從800G走到1.6T的時候 是不是還會繼續走Punk4 甚至會走到像Punk6或是Punk8 讓它在同一個單位時間內能夠傳輸的資料 能夠再加倍再加倍 那這也是大家在考慮的一個方式 所以224G是我們最終的一個Data Rate的目標 就是BugN1.6T的部分 但是實務上到底你是會走 一樣還是走Punk4的1.2G包 還是90G包的Punk6 因為這兩種其實它的資料的傳輸是等效的 那只是說在它的Bunk rate上跟Modulation上 有一個交換的不同 所以那這個東西到底會怎麼走 其實現在各大協會都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1.2G包貨當然是相對比較直觀一點 可是1.2G的東西其實對很多在底層的一些材料特性 製作成本來講其實挑戰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如果稍微加一點到90G的話 挑戰就不會那麼高沒錯 但是Punk6的新的Modulation 其實也會額外造成在IC設計上的困難度 所以其實都是一種權衡 就是說到底你是要在哪一個地方 放下最多的資源去克服這個問題 那這就是大家目前業界在討論的一個東西這樣 那所以這是目前已經有在討論224G的一些協會 例如說像OIF啦 或者像這個OSMB MSA啦 還有大家所知的IEEE 還有像800G MSA 這些東西其實都已經在做800G 甚至到1.6T未來的一個討論這樣 那KEYSIDE也都一直有在這些協會裡面 去貢獻自己的一些這個know how 一些技術上的一些建議等等 所以不管今天未來是走90G包的Punk6 或者是1.2G包的Punk4 原則上KEYSIDE這邊其實都已經有準備好 因為我們身為一個儀器廠商 我們在這些協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出說 那我們目前能夠做到儀器能夠做到什麼樣子 因為不要說定了一個規格出來 但是沒有任何儀器可以量 那其實這個標準 其實定義的意義就沒那麼大 那KEYSIDE身為整個Leading的儀器廠商 基本上我們都提供了對應的solution 讓這些協會去做最終的判決定說 到底要走哪一個情勢去達成2.24G 1.6T這樣一個目標這樣子 那所以這就是KEYSIDE所提供的完整的solution 那包含的示波器啊 包含的不管是你今天要測電的部分 或是測光通訊的部分 其實都有 都有相關的一些硬體軟體的部分 提供給使用者去做這個選擇 OK 那這是一個我們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時候 在DesignCon上面所展示的 就是2.24G的一個TEST的部分 那時間關係我就播Vidio 那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在這個投影片或什麼去看個Vidio 那這Vidio其實上我們今天在外面的電視也有展示 我們去展示包含了這個1.12G包PON4 或者是90G包PON6的一個訊號的一個展示 這樣這個我們都在今年上半年 其實都已經對外公開給這個所有的使用者去看 這樣子 OK 那我們接下來會分幾個議題啊 因為實際上在800G到1.6T來講的話 廠商其實面很廣 因為台灣有做Data Center的 也有做Transfer Module的 那也有做一些PCB版圈 這各種部分的廠商都有 所以我們針對每一個不同廠商 我們都大概去提一下 目前從800G到1.6T 大家所面臨的一些挑戰 那第一個其實主要的是在台灣最強的部分 就是半導體的部分 那台灣半導體很強 但現在都還在談電 那實際上整個窩外來講 實際上已經開始在討論就是PIC的部分 就是Photonic IC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 基本上電還是走電光還是走光 電光之間轉換是透過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Transfer去轉換 但就因為這樣的架構 而導致它在整個轉換效率上 其實沒有到很理想 因為你終究還是要走一段長長的PCB版的電 才能夠去轉換光 那現在的目標就是要試著把這個距離近可能的縮短 從過往走一條PCB版可能十幾二十公分的板端 能夠往前縮 縮到五公分 縮到一公分 甚至最後封在同一顆IC裡面 變成一顆 一出來訊號就直接是光的IC 其實是所有人所最終目標 那這個東西其實 比較有趣的地方在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從後端的應用面往前去request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Data Center的廠商 就是end user就是包含的像Facebook啊 那種微軟這些 他們其實一直在Data Center尾端的耗電量熱量上面 一直都會 這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一個很大的難題 事實上 如果你曾經看過一些關於整個Data Center 在這個費用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散熱跟耗電其實常常都比買這些設備好貴很多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做這樣 在前段這些設計研發來講 能夠做這樣的改革 盡可能的把光的部分延長 把替代掉原本電的部分 最終目標是希望做出一個IC出來 出來就直接是光 那實際上對於後端的一些 就像講耗電的那個熱能的部分的處理 就會相對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特別是你未來又要到1.6T這麼高速的地方 OK所以呢 未來其實各位所看到的一些過往 可能在unwaver level就是在半導體測試一些電的相關的部分 很可能都會慢慢的導入一些光的測試 因為你可能在waver level就已經有光的存在 最後透過封裝的方式封成同一顆IC 所以你就不僅僅只需要測電這段的東西 你也需要測光相關的特性 那光相關的特性來講的話 就是包含了像在光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損耗啦 或者是一些極化的特性 這個是光跟電的一個很大的不同 是因為光會有極化的狀況 所以它有可能會因為極化的不同 這個alignment 接續的不同 導致明明就兩個同樣的東西 可是它卻測出一個很不一樣的解釐 所以如何去分析說你在unwaver level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一些損耗的狀 甚至是牽著到一些極化的特性 其實都是目前在 Silicon Photoni 這一塊 就是細光這一塊 大家都很關心你畫的 因為你要確保你在waver level 都能把這些光能夠順利的測試完去 那這樣子到後端應用 才不會出現一些其他的問題這樣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展示 就是讓各位看見 就是說目前在做Silicon Photoni 特別在unwaver level 這段測試來講 你大概會測試一些東西 就是例如說像這個數號啦 或者是激化的這個 PTL 激化的損耗等等之類的東西 然後一些 但因為中間還是有電 所以你有一些電跟光的轉換中間 你可能去需要測試一些 一樣它也是光電轉換的一些損耗 那這些過往可能都只是 一個Discreet 一顆一顆的元件 現在都全部都會拉在unwaver level 直接在晶圓段 就直接做測試這樣 那可能頻率可能高到 像110去這樣的一個 label 所以這是大概目前 Silicon Photoni 在這一塊 大家的一個目前太努力的目標 所以國內其實這些半導體廠 可能是WAVER 可能是package的一些廠商 都試著去開始去 就是佈建一些光相關的測試量測的部分 因為Silicon Photoni 一定會是 未來的這個趨勢一定跑不掉的 因為光才能夠解決 目前電已經有點卡到瓶頸的一個 速度傳輸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來談談一下就是 Channel 的部分 那雖然Silicon Photoni 是未來 不過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大家還是用PCB板 在做很多電的傳輸 然後通過Transilever送出去 但說坦白一句話 在800G這個level PCB板其實也很吃力了 所以目前在台灣有很多廠商 在做800G相關測試的時候 其實都測的蠻辛苦的 因為畢竟PCB板真的也到了它的極限 對於一個這麼高速的東西來講 所以它必須要做很多的訊號處理 必須要做很多的調整 甚至用更文貴的材料去做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大家也會很努力的去試著去看看說 到底怎麼樣的板材 或者是用更好的一些材料 能夠去 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 在Silicon Photoni 還沒有真正成熟之前 先把電的這段問題 能夠盡可能處理掉 所以你會發現到市面上 其實有一些廠商去開始去推一些 不是走PCB板的這種解決 因為PCB板終究 它的優點當然是成本比較便宜 但終究它到了這麼高速之後 其實它也撐不住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 有一些廠商就試著去做一些 用Cable形式的方式 因為Cable來講的話 雖然成本照相高 但它的傳輸效益 就是會比PCB來更好 所以等於是說 你從中間的IC的這個位置 一直到傳統Transceber的插槽位置 這一段就改用向Cable的形式去做傳送 那你會看到這邊會有一個Loss的Cable 差異是非常非常明顯 即使用最好的板材 它的Loss可能還是Cable的兩三倍以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 目前有些廠商所提出來的一些解決 去克服中間的部分 那不管怎麼說 你要去試著去分析 去瞭解你的這個Channel的好壞 不管是用PCB還是用Cable 你就還是會需要一些適當的儀器 而且在Ethernail這段 通常不是一根兩根 它只能一傳就是四根八根 那如果你還要分析到 你還有TXRX的部分 你就會到十幾根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適當的一些儀器 去讓你同時能夠量到十幾二十個POR的交互的特性 因為這些訊號絕對不是各走各的 它們彼此之間其實都會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KeySide這邊也會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Solution 去讓你去量測彼此之間整個的相關的S參數 等等之類的一些特性的部分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在800G這個時代很重視的一個部分 確認你的Channel部分不會影響到你最終的傳送品質 那這就是一些展示給各位看一下 那除了剛剛講的是純電測試外 那當然電轉光的測試也是一樣會有 其實很類似 那就是去測試它在電轉光之間的一些效率這樣子 那一樣我們有在展示在Videos 一樣在DesignCon的部分 那就有興趣了歡迎各位去看 我這是外面的Videos也會有展示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談一下另外一個 比較小一點點的課題是在MatiMode的部分 那實際上MatiMode這種短距離的光線傳輸 在今年以前原則上都還是卡在400G左右 那今年開始走到800G的部分 那就是做短距離的傳送 那當然因為MatiMode有點大 就是在於說它整個成本造價都比較低 所以它傳輸距離真的沒有很長 但是它至少整個造價低 所以在DataSense的內部 在一些短距離的傳輸上面 原則上可能還是會使用MatiMode這種光線去做傳送 降低它整個成本這樣子 所以從今年開始來講 就開始越來越多的傳輸廠商去詢問說 就是關於400G到800G這段MatiMode cable的一些測試的方案 那GiSide這邊其實也已經準備好 就是關於高達53G包MatiMode的一些解決 包含了試波器啊 包含了這個時脈還原CDR的部分 其實都有提供這些相關的解決 去給客戶這樣子 OK 所以那當然還包含Receiver的測試 因為你一般的測試 傳輸廠商測完之後 你可能還會需要去測試它的接受能力好不好 那GiSide這邊其實也都有提供了 這樣子的一個解決 去做53G包MatiMode相關的測試 從PaytonGen 試波器到CDR 基本上全部都有這樣子 OK 好,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課題 就是他們的MatiMode的部分 那接下來算是一個比較重頭戲 就是在於電的部分 因為說真的 光的部分從400G走到800G 雖然好像數度Double 但是實際在應用面上來講 它的PerLangData其實沒有動 也就是它PerLang還是100G 只是它的光纖的數量 從4條變成8條 所以其實它只是單純的Lang增加而已 在DataRay上面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動 可是電就不一樣 電從400G走到800G 是PerLangData直接Double上去 那這個東西當然對於測試 設計來講 困難度就會高很多 因為你不只是單純的把這個通道數增加 你是每一個通道數內部的 這個傳輸的速率是增加的 那這個一增加其實對於整個 不管你的材料的選擇 或者是你設計的一些入口 來講的話 其實都會有發生滿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大概從去年下半年 一直到今年為止 越來越多台灣這些 做Server Data Center ODM 都大量的投入很多的資源 在關於100G PerLang 這個電的相關測試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目前800G 一定要走的這條路 那這個是一些過往的 一些Standard的一些進展 那你會發現到 從2014年開始 那時候才在剛開始定100G 現在我們已經大家 全部都在談800G 其實很快 不過短短八年的時間 我們一路就增加了8倍的這種速度 OK 那這個是目前大家最熱門的 就是像8023CK的部分 就是電的這個部分 那像我們剛剛談 Martimo的部分 其實是在8023DB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更新的下一代的 這個都可能都還在 OIF那邊也走 還在討論 像這個剛剛有提到 像一些Cole Package的部分 這個也是在 OIF CEI在討論的東西 不過 目前當然大家還是都看800G 1.6T的部分 接待都還在討論 我認為最快 也是要到 可能 後年才會 很多東西才會 真的比較明朗一點 這樣子 好,那這是100G的測試 你會發現到現在 光是連那個置居的線 都已經短到一個 有時候客戶 有時候使用者 都不知道在怎麼接了 因為那真的訊號 衰減得非常快 在這麼高速的情況下 所以置居這邊的要求 非常非常嚴格 但是能短就盡量短 盡可能的 不要讓置居去影響 你整個測試的一個Quality 這樣 OK,然後 這是置居的要求 它是一路要求 測到50G 到50G的部分 都要有一定的 performance 所以全世界 目前有能力 做出這一顆置居的 我知道也就一間廠商 也就一間廠商 所以這個也確實是一個 滿高 技術難度的東西 OK,那 那在800G測試來講的話 在整個晶片設計上來講 它對於Qualization的要求 其實跟400G比起來 多了很多東西 之前我們從100G 走到400G的時候 基本上在晶片端的Qualization 設計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也就是它用比較簡單的 所謂的CTLE的方式 做Linear線性的Qualization 這個其實 從100G到400G的變化 其實不算太大 但是從400G走到80G來講 對於電來講 它的變化就非常非常大 第一個是Qualization 它從原來只有CTLE的部分 一口氣 就把CTLE變成兩個Stage 而且還加上了DFV的部分 做數位的Qualization 第二個是 即使前面已經在 Physical layer上面 做了這麼多Qualization 試著去把你的訊號 做一個最佳化 但最終 你還是沒有辦法 達到Aero Free的目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整個傳輸過程 能夠盡可能把Aero降到0 比Aero能夠降到0 這個是在100G以前 這個是達到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實務上來講 走到Punk 4 走到400G 走到800G Aero Free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 遙不可及了 說坦白一句話 它已經遙不可及了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呢 其實最終都是可以靠演算法 也就是我們透過 所謂的Aero Correction的方式 我們在我們整個傳輸的風包裡面 加入大量的糾錯機制 去克服掉這個 中間傳輸錯誤的問題 所以過往如果你在聽到說 我們對於數位傳輸的要求 可能都是要求什麼 變Aero Free要到10 到-12 到-13 甚至有-15 四棒的要求 基本上到達Punk 4 時代到400G 甚至未來800G 時代 其實都不太可能達成的 你都必須得靠到大量的 Aero Correction的方式 你才有可能達到 如果你不算這個部分 你常常都其實只有10的複製字 就是你光傳1萬個bit 就會有一個bit出錯 這跟過往一定要傳幾十 上一個bit才出現一個bit 其實差非常亮眼 但是這些強力的糾錯機制呢 可以去把這些東西再能夠帶回到 在Aero Free的這樣一個觀念 再能夠回到 在目前400G、800G的傳輸過程中 所以你會發現到 實際上整個 特別是在電傳輸這邊來講的話 針對要走到這麼快的一個傳輸 其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比如從Physical Layer本身的 Equalization 不斷的增加、複雜化 以及到後端再做這個資料處理 再上層的一些Aero 糾錯機制的一些增加 其實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對於這個100G Perlain 這種電來講的話 Equalization就會變得蠻多的 從Transmitter出來 就有FFE Receiver CTLE 甚至還有DFE 那它的整個組織 其實會非常非常複雜 那它就是要試著去把它的訊號 能夠降到最好 就是做到最好這樣 所以這些晶片設計其實都蠻複雜的 那當然晶片設計一旦複雜 對於測試來講 其實也是一樣的 碰到一樣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它整個測試流程 就會非常非常的多 每一個環節 其實都會影響你最終的結果 所以你在測試上面的時候 真的是要一個一個去看 它在整個 或者是IEEE的DATA規範裡面 它會一個一個去描述說 你要精確地測出你這個系統 或是晶片的效果 你到底要遵取哪一些的做法 那每一部其實都很細 都要很仔細地看 不像過往 可能就是直接打開示波器 然後疊下去 大概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就沒有那麼簡單 很多東西都要一個一個去看 因為任何一個調整 都可能對於你最終結果 產生很巨大的影響 所以這是VEC的部分 就是去測這個 就是說這個是在測試的時候 就要求一些 以前我們不會去測 我們就測就測 我們會覺得儀器本身 假設儀器是完美的 那我們就是測這樣 可是現在走到這麼高速的東西 儀器不可能當作完美 儀器很難當作完美 所以你必須把儀器本身的代數的雜訊 也要算在裡面 你要知道你的儀器本身雜訊有多少 不然你測出來的結果 你一定會包含儀器本身的特性 因為儀器不可能是完美的 所以那你以前可能 訊號比較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儀器雜訊 其實微乎其微可以忽略 可是走到這麼高速的時候 儀器的雜訊是不能夠忽略的 所以很多的儀器雜訊 你在做量測之前 你都要能夠 你所提供的儀器 要能夠完整的告訴你說 我這一台儀器 它的雜訊曲線是什麼 有些示波器 它的雜訊曲線是一致的 它可能從低頻 應該說你覺得這個 不管你儀器做怎麼樣的 它可能都是固定 橫定值 有些示波器 它的雜訊的scaling 可能就是會隨著不同的scaling 它的 noise 就會不一樣 那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要能夠 你的儀器 就不是要提供完整的 這樣一條曲線 去做你最終量測結果的一個修正 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 把align到i3PO所訂的規格裡面 實際上你各位所看到 綠色這條就是i3PO所訂的規格 它就希望你的儀器的雜訊 就是在這個label 所以如果你是橘色的這種的話 那你就是單純的把你的雜訊 可能把它填滿到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是斜的這種的話 其實就會相對麻煩一點 因為你在不同scaling 下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是哪個scaling 然後再去填補到 就是可能要透過數學的方式去除掉 讓它能夠在Noise的這個label部分 能夠符合i3PO所規範的一些東西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 在式波器測試上面的時候 大家需要注意到 就是說光是連儀器本身的雜訊 要怎麼去精確的處理 其實i3PO都要寫在裡面 已經不像是過往 可能就簡單把它忽略掉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 就是一樣 就是這樣講 就是這個你的雜訊要怎麼去做處理 你就要自己去 像這個式波器裡面有一些功能 就可以去填補 填出來你希望你的儀器本身雜訊 做一個數學的一個修正 這個都需要注意到裡面 不然測出來結果 其實就是會跟協會所規定的規範 就是會差那麼一點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式波器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斜線 那種realtime scope的部分 它的補償 它補償就會相對複雜一點 不像剛剛那個只要填一個數值就好 這個就會有很多的設定 要不斷的去設 在不同的級別下面要補多少 這個就會相對麻煩一點點 所以在做這些測試的時候 就可能要慎選你所要用的儀器 那如果你的儀器選的不夠 不夠適當的話 你在做這些測試 你要符合i3PO所定的規格 就會比較複雜 比較不好處理一點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是測 這是測一些眼圖的 一些i4PO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 到了pump4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在意你的眼睛到底有多大了 因為過往我們對於數位訊號的兩側來講 就是很單純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測下去啊 i4PO夠大 那基本上沒問題 可是實際上 到了pump4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沒有那麼在意你的眼睛是不是真的很大 他們反而更在意的是 你的眼睛隨著時間會不會縮得很快 不要說你今天在測試的時候 眼睛看起來很大對不對 可是你稍微疊時間久一點 他眼睛就突然就不見了 那他們認為這樣不好 他寧願你眼睛一開始小一點 但你隨著時間他還是這麼小 那他覺得他反而是穩定的 所以像VEC這樣的參數他就很特別 他不再是去測試你眼睛的絕對值的大小 他測試的是你閉合的速度 你不要說眼睛這樣瞇瞇的眼 然後就是 但是你眼睛一直打開之後 你還是有看到我 那就可以 你不要一看眼睛真的大大的 然後那個講師講了三分鐘 眼睛就閉起來 那這樣可能是不好的 VEC就要講這件事情 Vertical eye closure 所以這跟過往的一些數位訊號測試 概念就是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他不再注意你的眼睛 他在於閉合的速度這樣子 OK 那這是一些數學上一些改變 他在算這個閉合速度的時候 在新的100G來講 會跟之前舊的400G 在他的Windows上面會有一些變化 那這個有興趣的 就可以再會後我們再跟人家討論這樣子 然後這是一些Gitter測試的一些規格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你在晶片端測試的時候 他會去測一些像Gitter的部分 他的定義其實跟以往的定義 又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通常我們舊的定義 在量訊號Gitter的時候 都是在整個訊號的每一個位置 全部都要去做量測 可是IGF的規則很特別 他不要求你在每一個位置都量測 他只要求你在整個訊號過程中的某些特定位置去做量測 某些特定位置去做量測 因為說坦白的這些特定位置就是最早的地方 有時候你全部都量 你還不見得能看出那個問題在哪裡 可是如果你特別指定他在某幾個位置去量 他就是會看到那些問題 所以他們的測試規則就會比較特別一點 他會特別指定你在整個測試訊號中去抓某幾個已經指定好的位置去做量測 而不是傳統的做法是每一個點都做量測 那那種做法好像會隱藏某些問題 他就是要特別去抓某些狀況這樣 那這是一些規範啦 就給各位做一些參考這樣子 那像這個來講的話 那他又因為他們很多這種HVIRR他們就會去討論 就說我們這個方法沒有辦法抓到某個問題 那我們就要新設計一個方法去抓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他有時候名稱非常非常像 什麼J3U03 J3U4 事實上他們就是去發現到說 有一些帶測物就是 他其實真正在尾端應用就是會有問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之前設計的測試方法 就是測不出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要試著去加一種新的測試方法 像這個J3U03他就是特別指定你在Pump4訊號裡面 從0到3的這個H 因為Pump4有四個Level 0123 那他其實都會從0123不斷的變化 可是像這個J3U03他就特別強制 你就是要去量那個從0到3的這個位置 所以他就是他們在實際晶片的設計過程之中 去碰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回頭去看看說到底 你這個測試手法上面到底是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沒有辦法檢證出來 那我們就新加上去 那你會發現到我現在這邊規格全部都是P開頭 就是這個P802.3 CK 為什麼因為現在真的都還在Drift 都還在這個前提 就是還在Beta版的狀況 802.3 CK Final 我覺得2023年有機會 就明年應該會Final 不過他已經討論三年了 這三年都在Drift 那就是討論三年一直到大家都 所有參與的人都同意這樣的規格 可以變成正式版的時候 他就變成正式版 應該是明年吧 應該是明年會快 因為已經看他跑了Drift 跑Beta跑了三年了 應該也差不多 時間快到了 OK喔 那這就是一些測試的一些圖 結果給各位做參考 那你會看到就是J3U03 像這樣的東西 你看用兩 一樣都叫J3U開頭 你光是多一個03 兩個測試結果就不一樣 那你會發現到就是這個就是特別嚴格 他就是他測出來 就是他結果就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是特別要看 各自要去定一個規格 去確定他是OK的這樣子 OK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Receiver的測試 就是我們其實KeySite這邊 除了一些底層的示波器配燈券以外 那其實我們也有 這個 一些比較上層的東西 像這個東西 這個是比較上層的 可以測一些風包特性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在測一些 Aero Correction的時候 因為剛剛講過說 我們現在實際上到400G、800G 很大量的透過糾錯機制 去修正這個誤差 那有時候這種很底層的儀器 其實沒有辦法去處理 這麼上層的糾錯機制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借助一些上層的儀器 好那KeySite大概從幾年開始 前併購儀器之後 其實我們本身就有上層的 糾錯能力的一個測試 所以結合了底層的儀器 加上層的儀器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完整的 這個底層 符合 包含FEC 就是Aero Correction的一個測試 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 KeySite這邊其實提供了各種不同的 量測儀器 像示波器的部分 我們就提供了 Real Time Sampling 那當然對Ethernet這個業界來講的話 絕大多數客戶會使用的Sampling 因為Ethernet這個業界的特性 一直以來都是Sampling Scope 和Focus的方式 所以大部分這些Ethernet相關的廠商 也都選擇用Sampling Scope 因為它有相對比較便宜的價格 但是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這樣子 那Real Time當然在比較偏消費應用來講的話 它是主流啦 各位手上所用的USB、HDMI、PCIe 這些常用的消費性的東西 其實都主要都是由Real Time Scope去測 那這等於是兩種不同的示波器 做法不一樣 它佔據不同的市場 這樣 各自有各自的一片天空 這樣子 OK 那這個我們Kinside這邊 其實有提供非常非常多的Application 去測Ethernet相關的東西 從很基礎的這種 這1G、1G的Ethernet 一半消費用的Ethernet 一直到很高速的商業用的 這種Data Center內部的 8.2.3相關的部分其實都有 那自動化的測試 可以讓你One Button直接按 然後得到好像跑完之後 得到一個很漂亮的結果 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示波器抓的224G包 112G包Punk 4的沿途 你會發現到其實還蠻漂亮的 還算開的 那這個是Receiver的測試 我們有提供Receiver的 就是一樣 目前100G電的部分 100G包電部分的電的測試 Receiver測試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再介紹一下就是目前Kinside最新的 就是800G的12群 就是我們一開頭所講的就是 下一代的224G來說 到底會是走112G包的Punk 4 還是90G包的Punk 6 其實還在未定之天 但不管怎麼說 Kinside其實都已經追提好 這台120G包的Pattent Gen BERT可以上去做測試 那它有支援Punk 4、Punk 6 甚至到Punk 8都有 所以不論今天各大協會 最終決定1.6T的這個目標 要往哪一邊走 Kinside這邊都已經有 準備好儀器 可以讓你去做120G包以內 可能的這種 達到224G Big Rate的一個組合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 可以讓各位了解到說 就是目前在 從800G未來走到1.6T的時候 特別是在Data Center這邊 內部的測試 所碰到可能一些挑戰 那包含了說 未來科技可能往 可能往Siccum Protonics走 往CPU走 以及現在大家目前 800G已經碰到一些問題 跟各位做一些介紹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大概我今天 一個分享 那我的 單位今天在外面 如果各位對於 這些800G 1.6T測試上面 有任何的興趣的話 都歡迎跟我做一些 更進一步的討論 我們現場外面 也有展示示波器的部分 那有問題都可以跟我討論這樣子 OK 謝謝